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台车也基本上没有 但是呢 我身边有一个特别特别要好的朋友 他是个卖轮胎的 哈哈 我从他那买了很多套轮胎 完了 他居然提了一台两箱的手动的私欲 我他妈今天才知道 然后呢 这台车我今天就预定了 所以大哥 我店里面 你自己挑 你看看哪台车 你看中了 咱俩换几天 你就把你的BRJ给我等两天就完了 行 没问题 你就把我那车开走 完了 咱俩换 没问题 当然 我要拿这车去瑞斯下一次赛道 行 没问题 有难度吗 没难度 一点难度没有 车要是撞了 我给你全款 你再买台新的 我把你这台收了 行 没问题 你怎么办 所以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这车多少钱买了 15万几千吧 花花价 多拿价 那就是16了 不差那200块钱 那没办法 购置税花了多少钱 1.5T 14000几 我忘了 14000多点 那也就是说购置税 那保险 保险就不算了 保险不算的情况下 这车都花了差不多17万5 对 有那一 保险 保险大概花了七千多 六千多点 六千多点 差不多 也就是这个车落地得17万5加6千 18万1 对 出货也要钱 四海店有强奸什么装配吗 没有 就是裸车一分钱没优惠 加价了吗 没加 OK 所以真的 对于花了18万斤 骑了一台两箱 私欲手动 你不觉得亏吗 觉得亏呀 人家买帕萨特养的那些 我看见搭道不平衡啊 但是我分分钟就能秒掉了 你 马路上这车能秒帕萨特吗 我秒吧 没问题 真的假的 真的 说实话 大概前一个月吧 前一个月 我就特别想买这车 但它当时那个价格出来之后 我就一点欲望都没有 因为三箱的私欲原来是就是价格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11万多还是12万多 也就是那样 12万串手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 如果说东本的两箱的私欲价格能控制在12万多 13万多都行 没关系 对 我都能接受 但是我没想到 它一个手动的要15万9千万 我也没想到 所以我就没买了 但是你买了 我就要借你的车白瓢了 瓢 好吧 没问题 第二个车 你就看着瓢吧 这车从现在起 这两开都回我了 没有 但是说实话 本田比较保值 就是你虽然现在卖的贵 但是说实话 本田比较保值 就是你虽然现在卖的贵 买的贵 你如果玩两年 你不想玩了 你再卖的话 我估计也就赔个两三块钱 撑死了吧 撑死了 那东西就这样 就是说来的高 走的也好 没错 就是这道路 没错 反正这除了贵一点 这车我觉得真的是 没剃他毛的 这个车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它回头率都应该是很高的 因为他现在 得能碰你懂的人 同时要是开本田的 开北路也好 开思域三项的也好 只要说是碰到我的话 都可以打听到 很和谐 那交警就来了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行情 三台本田同时出现在街上极为标球 它的完整度挺高的 我意思的一个事是想的 什么你前裙 测裙 什么后面的绕流 都不用干 全有 而且都合法的 而且都好看 都特别合位置 对对对 思域到这一代 它的机舱还是这么的乱 没有任何规整的那种感觉 你乍一看 发动机照也没有 整个走线乱七八糟 就跟动物内脏的那个大肠 小肠交错又凌乱 但实际上你仔细看 其实它方方面面的东西其实都挺规矩的 你要仔细看 要懂的话 其实它的布局挺合理的 但是就是乍一眼看的印象特别不好 就是这样啊 懂的人修车的人一去看 每个管都特别好猜 对 没有像得地车猜一个东西要猜了半天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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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吗 把A3后悔了吗 不后悔 为啥 因为车里面要离 这个车跟A3哪个贵啊 新车 这个贵 这个贵叫你哪个 我认为你这种贵的贵 我认为你怎么回事 我认为你把贵的贵 我认为你很老 因为我认为你很老 今天下午就来金港测一下圈速 但是天宫有点不作美 今天又下雨了 所以没办法 今天有可能做不出成绩 那我可能只能跟大家聊一聊 赛道上极限驾驶的一些感受吧 圈速就别指望了 反正他这个摊啊 我估计也做不出圈速来 好 接下来看飞行圈 重刹进入一号弯 二挡入弯 因为没有ISD 所以这台车在弯中很挣扎 轮胎大量的空转 出弯速度会比较慢 进入三号弯 弯心当中有水 所以我提前进弯 然后这个弯心的速度其实很慢 只有107 所以在这里呢 基本上不用刹车 全油门就过了 进入到第一个掉头弯 还是同样的问题 没有ISD 所以这台车出弯的速度 会受到挺大的影响 在这里会稍微的有点推头 然后这两个连续的高速的右右弯呢 在这里它的姿态 车身姿态比较挣扎 但是还行啊 这台车主要是推头 它不甩尾 所以比较好控制 然后在这个位置 第二个掉头弯 我在这个位置有点走大了 也是因为推头的关系 然后再加上弯心中有水 所以这台车在这个位置 稍微浪费了一点时间 然后这台车的挡位的持笔设定 其实有点问题 就是它基本上三挡可以跑完全程 所以这台车它本来涡轮 在赛道上面 原厂的动力就 其实就相对的比较的一般 并不是非常的凶猛 所以再加上持笔 不是太合适的话 其实这台车在金港的弯速 尾速 包括圈速 其实都不会有太优异的一个表现 然后又没有LSD 所以它在弯心当中 也没法给全油 一给全油就打滑 那么它最后的圈速 只能到1分26秒86 当然如果天气好点 这个圈速肯定会更好 这台车的轮胎的极限来的是最早的 它的轮胎呢 反正就一直全程都在响胎 然后紧接着 它的刹车就已经软到完全不行了 再其次就是它的避震的极限 我觉得也差不多快到了 它的动力在开了三圈之后 给我的感觉也稍微的 有那么一点点衰减的意思 反正你不能寄希望于这个车原装车 能给你带来多好的圈速 但是它原装的车子的 转向的感觉给我还挺好的 然后它车子的动态 其实还挺顺的 在弯中 刚刚除了我有好几次 因为这个轮胎它实在是抓不住太多地了 所以刹车距离变长导致这个车稍微有点推头之外 其他的时候这个车 只要你正常的速度进弯的话 这个车也不推头 然后也不甩尾 我觉得它的动态真的很好控制 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新手上手 然后这台车的变速箱也不是一个 就是那种特别运动的一个变速箱 其实是一个家用的变速箱 它在挂档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点点结合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点点粘质 这台车今天下午在京港的全速是1分26秒85 这是最快的一个圈速 然后它的尾速在京港能到140公里长出点头 然后因为是朋友的车 也没太好意思一直刷 就刷了几圈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圈速也就这样了 因为今天的条件实在是不允许 再做更快的一个圈速了 如果改天地能再干一点的话 我觉得圈速应该能更好点 但是原厂的私欲的话 在京港我估计它圈速差不多 职业车手过来 可能能做到1分25左右 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再往前走没戏 因为它原厂的轮胎刹车避震 摆在这儿了 不可能了 不过私欲这车赛道上动力虽然一般 但同级别肯定是毫无悬念的第一 我曾经开昂塞拉在京港做圈速 受到别的车影响的情况下 最终圈速1分33 但如果没有受到影响的话 撑死了这台车在京港的圈速 也就1分289或者30出头的样子 还是远远的比不过私欲的 因此呢 私欲基本上是同级别唯一值得玩的车 有大量的改装件 有故事 有情怀 有信仰 昂塞拉呢 虽然它的底盘比较的优秀 但是它的动力在私欲面前真的太弟弟了 而同级别的福克斯的三缸机呢 开出去都嫌丢人 丰田日产的这个 A7车牛太买菜了 所以没有任何的悬念 私欲为什么能这么火 一定是有原因的 私欲的轮胎是优科好码的 DB系列静音胎 胎面巨耐磨 但它的胎间巨不耐磨 我总共才跑了九圈金港 一套全新的轮胎就废了 而且这轮胎抓的力差也就算了 还他妈巨贵 八百块钱一条 我跑了九圈就赔了车主三千二百块钱 平均四百块钱一圈 真的让我心疼死 所以买两箱的手动私欲下赛道 一定要记住要换胎 切记切记 两箱私欲1.5T首波的百公里加速 相比三箱也非常明显的推步 三箱版本百公里加速能做到七秒多 但两箱私欲 我那天在半干布式的路面 最多只能做到九秒整 即便是在干地也就八秒多 而且车身还比三箱版重了五十公斤 手刹也不是机械手刹 而是花里胡哨的 垫子手刹还多了没有用的天窗 和一堆花里胡哨的垫子配置 让这台车的价格居高不下 这些都是让喜欢赛道的朋友 非常失望的点 这台车这几天我开了245.5公里 一共消耗了126块钱的油钱 也就是综合下来五毛一亿公里 百公里的油耗是8.38升 我还是在一半高速 然后有一百多公里是在山区 就是跑山路的时候 可能这其中还有一些激烈驾驶 上高转的机会 那如果我把这个车 相对比较平缓的驾驶的话 那这个车有可能 它的油耗能到七升多百公里 作为一个曾经的八代思域的车主 你说让我来评价 十代思域喜欢不喜欢 毫无疑问 非常非常喜欢 因此我甚至都会觉得 我评价这期内容 有可能会有失公寓 因为会带我很多的 个人的情感因素和兴趣在里面 那OK现在先来说它的缺点 除了我们传统上认为的这个车 它油气比较薄 噪音相对比较大 然后它的避震比较软 刹车相对原厂刹车 比较软 这些没有办法避免掉的一些东西之外 我认为它大的缺点 其实就两个 我认为的缺点 第一个是它的两箱版的重量 居然比三箱版还要更重 好像是重了50公斤左右 我不知道这个重量是多在哪里 应该是多在车身上这些多出来的配置上 但是讲真的一个标榜运动的一个车型 这个重量太重了吧 始终是让我们这些喜欢赛道的人觉得有点难以接受的一点 第二点比较大的缺点 就是这个车价格太贵了 我觉得近些年本田的定价真的是有点飘 因为它产品做的确实大家都很喜欢 市场的热度很高 从这回思域的定价我就觉得真的是无力吐槽 真的是有点忘了初心的感觉 别忘了思域这款全世界都很热门的车当初是怎么起来的 是因为石油危机70年代的时候 那会儿美国那边大量的都是大排量的车型 然后本田就把思域这个车进口到了美国那边 完了这个车是做的非常非常的省油 非常经经耐用 然后因为石油危机的影响 就大家对思域的热爱度一下子就起来了 而且那会儿好像有一个什么相对比较严格的一个排行法规 所以思域就恰好符合了这个排行法规 所以那会儿思域就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然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很多代都挺优秀的 再加上本田这个品牌是真的很会做营销 它给思域这个车型就老做一些相对比较运动的款 比如说Type RSI这些车型 就让思域这个本来很买菜的车型 一下子笼罩上了非常非常运动的那种神秘的色彩 给思域这个车就无形中增加了很多附加值 但是你别忘了本田真正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就是花小钱办大事 以小博大 以弱胜强 这也是整个JDM车型的真正的精神内核 现在JDM的车型堕落到什么程度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很喜欢JDM的车型 因为它的精神内核在鼓舞着我们 因为这个世界上更多的是我们这些穷人 没什么钱的人 我有钱的话我谁还没买本田 对吧 我当然是一步到位直接法拉利保时捷搞起来了 对吧 但是你没有钱的情况下怎么办呢 你又喜欢赛车买本田 你花两万块钱买一个06年的本田私域 把它拆空了什么都不要 再直接端一趟K20A的激波店 下场就完了 然后再换点避震刹车这些周边的东西 底盘调好 满打满算 差不多预算将将在十小几万吧 就完全可以搞定了 但你可以办掉的车型可就太多了 就比如说斯巴鲁BRZ 原厂的斯巴鲁BRZ30万左右的预算 你如果买二号车也要十几万 跟这个本田私域差不多气不相当 但是呢全速是绝对比不过它的 而且斯巴鲁BRZ如果你想改快 你得花很多很多钱 在这方面我太有经验了 真的血泪屎 但是不得不说BRZ好玩 这个私域再快呢 它终究只是个私域 它没有BRZ好玩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跑车车主 内心的最后一点慰藉 你再看看中国的Type-R的价格 你就知道了 平行镜头进来 60多万的一个裸车价 落地70多万 70多万啊兄弟 70多万我可以买多少车了 70多万我可以买GTR 我可以买911了 谁还买你一个2.0T的前驱Type-R啊 把那种花小钱办大事的精神内核 都给丢掉了 这台这个涡轮它几乎没有什么直至 很早很早涡轮就介入了 峰值扭矩就已经进来了 所以这台车的低扭非常的不错 因此呢它日常代步什么的 会非常的舒服 超车提个速都非常的easy 因为毕竟是涡轮嘛 涡轮大法好 它的动力 它的扭矩 都比单膝器的车型 要来的爽的多的多 而且它的动力提升的空间也很大 然后它的挡霸 我非常非常喜欢 又短又粗 握感非常非常的好 行程也非常的短 入挡非常的顺 真的是死死顺 当你要降挡的时候 哇整个感觉 就是特别的一气呵成 行云流水你知道吗 而且它挡霸的这个位置 哎你的手手正好可以整在这个中控这里 你的挡 这样啪一声它就直接下去了 哇整个过程真的是特别的顺手 我觉得本田的人际工程学做的特别好 不管是降挡还是升挡啊 它整个位置就安排的特别的恰到好处 你知道吗 尤其对于我们这种开惯了手动挡的人来说 啊这个手动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 为什么有很多男人很想玩手动挡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啊现在这个大城市这么笃球 对吧手动挡你还得踩离合 它得手上啪嗨各种上下翻飞 它不累吗 对吧 是自动挡它不香了 还是双离合它不快了 为什么我们还要玩一个落后过时的手动挡呢 因为手动挡的乐趣是娘炮们无法体会的 因为开手动挡能满足男人的那种掌控感 哎这台车所有的一切都尽在我的手心之中 我想让它降挡 它就得降挡 我想让它升挡 它就得升挡 哎这种快乐你明白吗 谈笑之间这台车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再往前走 它永远不会自己给你做主 提前换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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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不存在的 换挡时间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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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不存在的 那除非就是你手活不行 所以你开手动挡呢 你就有这种掌控一切的这种感觉 哎那种权力那种power你知道吗 这是开自动挡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而且开手动挡还有一种乐趣 就是一种骨灰级玩家 藐视小白玩家那种阶级分离的那种感觉 哎就好像我们打CF一样 你看他们又是大套又是黄金AK 但是咱们玩手动挡的人呢 就好像CF里面那些 从来没有充钱就拿系统派发的M4去干掉那些 花了大价钱买的黄金AK的那些人 哎那种感觉 素人玩家干掉人民币玩家的那种快感 不懂的人永远无法体会 当你在车友群当中靠着一台手动挡 靠着你上下翻飞的手活 哎把更牛逼的自动挡 序列式 双离合给干掉 你就会在车友群中收获至高无上的地位 甭管你平常的工作是什么 收入是多少 那些开着法拉利保时捷过来的车友 照样会对你竖着大拇指 哎这个人牛逼 将在万千同性好友当中获得无数的尊重 当然这台车在原装的状态下 你别希望这台车能有多么运动的表现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台车的时候 第一次上手开 我开高速的时候 真的差点把我开睡着了 它上面定速巡航 ACC 车道偏离一几 主动刹车 这些东西全都有 你在高速上面的时候 你就挂上六档 定速巡航120 车道前面有车 它就自己主动刹车了 前面没车 它就自己主动加速了 你车翻盘偏了 它自己主动把你修正过来 你什么都不用管你知道吗 非常非常的智能 你就感觉人的那种参与感就已经完全变少了 就我感觉开高速真的就差点把我开睡着了 我什么都不用管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你得分两方面看 一方面你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科技呢 它的确是越来越发达了 它让司机 它让这种行驶的安全性 行驶的品质都大大的增强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 驾驶的乐趣变少了 它让人的那种参与感变少了 真的这个场景里面 你就负责点火 负责挂档就行 其他的都交给电脑干就好 那你买首波车的意义就没有了呀 所以这就是我很不理解 本田它为什么做一个15万9800的 高配的首波车型出来 然后还配了一堆的电子系统 大哥真正买手动挡的人 他在乎你这些配置吗 你只要把价格降下来 配置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价格才是最主要的东西 你把它降到11万 什么ACC定的巡航 全都滚一边去 我都不要 你全都拆走好吧 我还能减点轻 油耗还能更低 提算的更快 刹车还能更短 所以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 这台车它很优秀 但是你不要对它抱太高的期望值 它更没有网上的那些 所谓的情怀挡键盘侠所说的 那么的运动 没有 至少原装车的状态下 没有 虽然它开着动力还是非常的好 换挡手感也很棒 但是你不要吹得太狠 吹太狠的 这是一种捧伤 它终究只是一台家用车 只不过它是一台 这一台做的相对的比较运动的一个家用车 仅此而已 那么回到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了 两箱手动私欲到底值不值得买 我认为是值得的 但这里面呢得分情况 首先 如果你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手动挡的人呢 那我就强烈建议你去买自动挡 其次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手动挡 但是不在乎两箱三箱的人 那我强烈建议你买三箱 喜欢两箱私欲1.5T手动 结果呢我因为便宜我去买了三箱的1.5T手动 买完了之后呢又后悔 然后到时候又把三箱的给卖掉 然后再去买两箱的 这一卖一买啊 我们坐好车的人就特别特别的了解 一卖一买 那亏的钱就太多了 所以就不如你当初下定决心 咬咬牙 砸下多砸下那几万块钱 去直接买两箱私欲1.5T 这样呢其实反而更省钱 但是啊我们在最后 不得不吐槽一点 这本田啊真的现在太飘了 做的产品呢比较的火爆之后 就开始真的有点忘初心的意思了 真的我强烈建议东本 好好地为我们这些穷人考虑考虑 然后到时候出一个 低配的入门的1.5T手动 真的好好考虑考虑 那么OK 本期的唐主聊车之思欲篇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